奥运赛场上除了运动员的胜负对他吸引眼球之外 他们的一对一动也都成为焦点 其中国家队跳水代表秦海 婚女有何之求分的音乐更加成为一时计划 到底他们当时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一起去看一下 在日前的奥运女子跳水三米版项目颁奖之后出现了这一幕 中国男子跳水代表秦海在全球观众的见证下 向拍拖接近六年刚刚夺得音牌的女朋友何之求分 何之不负众望 说出我愿意 男主角秦海事后想起 表示今次求分是一次疯狂的想法 由策划到行动不够两日时间 肯定会跟性格有关系吧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喜欢做一些比较惊喜的事 疯狂的事 所以那天就是 其实这个不是说之前有准备的 就是到了那一天多吧 都不到两天 突发奇想 我想这样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去凑过她 女主角何之谷 当时家心情复杂 有点不知所措 当时我一转头看见她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她要干嘛 我们私底下也有讨论过关于很多将来跟未来的事情 但是等你也真正的想要 就是真的是决定去答应这个男的真的就是一辈子 就是真的是就陪着你的时候 就会突然间有一些不知所措 这次求婚在网上引起不少教会响 网民都纷纷祝福两人 秦海说 这次除了是他们的终身大事 也都为很多人带来正能量和温暖 何止是日前教奥运女子跳水三米板项目 不敌队有施平谋 失落冠军 但有不少人联用 何止输了金牌 赢了爱情 我是幸运的 我从那么小上国外队之后 一路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么小就拿了这些成绩 或者是我这几年拿到的成绩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所以我很感恩 我也觉得他也是我的幸运的人 澳广市记者王国进报导